现在下午两点多了 我刚弄完手里的工作 要出去吃一家披萨 我老师真大 就在菜市场的旁边 点了一个聚合披萨 还有一个自制肉披萨 是他们店里的招牌 我们现在是下午 快四点了 所以店里没有什么人 真的大呀 刚烤出来的 看这个拉丝 这个披萨我只能卷起来吃了 这个顶可薄了 你看这个边上都是焦焦的 嗯 这个了 谢谢 上面这个肉酱是老板娘自己调的 用罗勒汁给它腌的 虽然我也吃不出来是啥味道 但是蛮好吃的 里面番茄酱的味道还是很足 它这个皮啊 边边特别特别脆 然后里面这个面饼很蓬松 我想试这个 你听这个声音 就像一个很大的饺子 还可以切到那个芝士 哇 看里面这个馅 我尝一尝里面都有啥 不行不行 这个汤太足了 这个边上的皮有点厚 馅料都在这边 这个圆的黑的圈圈是什么 橄榄 鸡肉 橄榄 蘑菇 芝士 还有那个披萨酱 还有披萨酱 没别的了哈 这个吃起来有点太狼狈了 这个聚合披萨 我觉得没有这个肉浆的好吃 就是它的料分布的没有那么均匀 边边有一点点厚 但中间这边烤的还是很均匀的 就是你不能咬到它每口都有馅 就没那么满足了 而且这个味道会比较清淡一点 你让人吃半个差不多 吃到下面就没有什么料了 我想吃一个烤的面包片 这上面是切碎的西红柿 然后给它凉拌的 这也是用罗勒酱拌的吗 对 嗯 这个味道就很浓了 嗯 这个味道就很浓了 罗勒 罗勒具体描述是个什么味道呢 我觉得跟香菜啊 那些还是有一点点像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肉酱的更好吃 这个每一口都能吃到满满的馅 而且它这个边就是旁边这个边都很薄 我吃的差不多不到二分之一 这个吃二分之一 差不多就吃饱了 最后吃一点点沙拉 吃点蔬菜 有一说一 这个沙拉真的很好吃 这是啥菜呀 一定要点这个沙拉 这沙拉真的好吃 好了 吃饱了 现在已经吃完准备要回去了 我觉得作为一家小巷子里的披萨店 它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性价比也很高 聚合披萨不是特别的推荐 不过它样式还是很新奇的 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面饼跟那个馅料 你吃的时候可能不能同时吃到 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要回家了 大家吃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